霹雳州行政议员吴嘉良出席安顺三明文化体育会龙情失忆群音宴 并拨款3万令吉以示支持 日前也是安顺巴硕博达马州议员的吴嘉良到三明独中出席由三明文化体育会所主办的千人群音宴 据主办方说 这场宴会聚集了来自国内各地的英雄好汉们 场面非常壮观 吴嘉良表示 三明文化体育会在安顺已经扎根多年 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武师武龙好手 让许多年轻一辈都有机会学习到这门独特文化技艺 在传承文化传统上贡献良多 他指出 不论是24节令鼓 武师、武龙、徽春、扯灵等文化活动 传统技艺在这片国土上都在各个世代的努力下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 有者如24节令鼓更是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特色 可见只要获得足够的养分 马来西亚这片国土是可以孕育出兼具传统与创新的文化艺术的 而这些都是多元文化的呈现 吴嘉良重申希望联盟尤其是民主行动党 会在团结政府的框架下不止继续捍卫多元色彩 更会全力推动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与进步 打造更为友善的环境 让这些传统民俗文化都能蓬勃生长 安顺国会议员尼可敏和他也身体力行 在该晚宴上宣布共同播出三万令吉 让三名文化体育会在守护与传承文化的路上不独行 吴嘉良表示 团结政府定会为马来西亚的多元瑰宝继续奋斗 再继续奏